小朋友 喜歡南山先生和小娜的故事嗎 我們要送書給你囉 11月16號前 將你收聽本集節目的截圖畫面 上傳到我們家的睡前故事FB粉絲專頁 就有機會抽中山海經理的故事3 南山先生 逍遙 南山先生的逍遙遊 快來抽獎吧 歡迎收聽我們家的睡前故事Podcast版 南山先生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對啊 因為山海經理的故事目前只有3集 之後可能會有續集 那也是之後的事了 現在根本都還沒有輸 小朋友要再知道後續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就得等了 等作者把它寫出來了 好啦那上一集我們說了 那個左師傅 就是鬼谷子的好朋友 會算命的那位左師傅 他不是幫個園外算命之後 哎呦 說會有血光之災 後來到底出了什麼事呢 我們趕快來聽聽看吧 山海經理的故事3 南山先生的逍遙遊 有 文周登林 圖羅方軍 聯經出版社發行 哦 故事6 風雪故人來 風雪尿褲子 上一集 左師傅幫董 園外補掛算命 說他三天之內 會有血光之災 奇怪不是上一集 南山先生不小心尿褲子的被子 曬好了嗎 不是不是 而且是冬天曬也曬不好的 是說會有血光之災嘛 那怎麼辦呢 他這個董園外就說 那我就不出門了 好啦 這樣不出門了三天 到了第四天啊 該要出關了 可是第四天 來找左師傅的 卻是董家的仆人 那個仆人來通告一件事情 說董園外啊 死了 那麼嚴重嗎 對啊 他死掉了 他過世了 沒有出門連這三天 都在自己的房間裡耶 怎麼還會 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上一集小妹猜了很多 小朋友應該也猜了 好多好多的原因了 果然被猜中了 董園外的房屋的屋頂的梁柱啊 被杜蟲呢 給注食了 杜蟲就是白蟻 他啊 在家裡頭 在房間裡安安穩穩的 在那裡睡大頭覺 沒有想到 那個屋頂的梁啊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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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穿了之後呢 就斷了 結果 掉下來的那個天花板啊 就把下面睡覺 董園外 整個壓下去了 嗯 他就 狙狙了 對啊 他就狙狙了 我隨便猜猜猜猜猜猜 我太聰明了 你很聰明 但董園外 就不是很開心了 因為他狙狙了啊 董園外 就這樣子被砸死了 好慘哦 雖然 真的會出事這件事情 在佐師傅的 神算之中啊 很準 但是 佐師傅還是 過意不去啊 這會有人死了呢 他心裡想 如果說 他不要跟董園外 講這件事情 董園外 就不會每天都 窩在自己的房間裡 不出門了 他如果出門去的話呢 那屋頂就算 垮下來了 也不會壓到他嘛 對不對 之前我啊 也遇過好幾次這樣的情形 來找我補掛問事的人 原本都好好的 一旦知道了未來的運勢 反而就壞事了 所以 到底我該不該 巨細米儀的告知呢 巨細米儀 大的小的 巨是大 細是小的 我要不要大事小事 仔仔細細都告訴別人呢 還是講個大方向就好了呢 佐師傅的意思是這樣 那怎麼辦呢 小妹 如果妳是佐師傅 不要幫人家算命了 那妳會想要去算命嗎 不想 為什麼 很無聊 怎麼說 一直坐在園心 不能跑跑跳跳 啊 我以為妳是不想知道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限制了妳的想像 結果妳只是單純 坐不住而已 因為這樣 我要趕快講故事了 因為小妹快坐不住了 好 繼續講囉 師傅啊 師傅啊 過了一會兒說 我想還是盡人士聽天命吧 世事務務的安排 不也是天地運行的奧妙嗎 唉 您別想那麼多 等會兒我讓我的徒弟小難 幫妳泡一杯鬼草茶 那是別人從牛手山摘下來的 喝了您就可以少一點要求了 這天晚上吃過了晚飯 師傅就要小難 引著左師傅到客房去休息了 不過啊 正要進房間之前 左師傅突然轉身對師傅說 唉 我原本不該多說的 可是我剛剛幫您補了個掛 不要算命了 不是說不要算命了嗎 她忍不住職業病啊 您近日有病福心 這是極其不祥的凶心啊 您得多注意身體 左師傅說到這裡停住了 他自己都忍不住先笑起來了 哎呀 但是您自己就是大夫了 怎麼可能不知道怎麼養生養病呢 看來又是我多慮了 左師傅的話說得輕鬆自在 原本聽到前半句愣住的師傅啊 就也跟著 呵呵的笑了出來了 不過小難不這麼想啊 小難心裡很不以為然的 這個左師傅啊怎麼搞的嘛 說師傅有病福心呢 真是烏鴉嘴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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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雪紛飛 張瑶山今年的雪特別厚 小雪開始已經連下了半個月了 大雪之後啊 雪還一直下到冬至都沒停耶 外頭的溪流水封了不說 連放在屋子裡的小冰桶啊 過一夜就凍成了大冰塊了 李奇縣官一直是藥鋪子的守護者 立冬一到他就派人來整理冰窖了 冰窖裡面就是存放一些蔬果糧食的地方嘛 他自己啊也會上來好幾趟 看看呢南山先生有沒有缺什麼東西 師傅總是要李奇縣官不要來了 在冬天這麼酷寒的時候不要奔波 氣節來到了冬藏的時候呢 就要注重養生了 二十四節氣冬藏的時候啊 好像就是我們要把那些農作物啊 把它收藏起來 不只是農作物要收藏 人也要多起來休息了 只是人多起來休息就會 吃 睡 吃 變胖 對 就會變胖 當那天輪班的仆役上山的時候 他們扛著一個竹籠子 黑羞黑羞的滿身都是汗 南山先生 南山先生 你幫我們看看這是什麼 在溥役大哥哥的竹籠子裡面啊 是一隻猴子 這個猴子的尾巴很長比身體還長哦 尾端還分岔耶 不知道怎麼會這樣子 他的尾巴分岔了 是不是沒有擦那個護髮束 所以分岔了哦 他身上的毛皮倒是很漂亮 有著呢 像豹紋一樣美麗的斑紋 猴子的臉白白的 臉頰是黑的 眼睛很大 他的一隻手啊 被夹傷了 沒有流很多血 但是呢 有一個大傷口 一看就知道了 他一定很痛 那他看到了師父靠過去 師父要看看怎麼樣了 要幫他治嘛 這個猴子趕快 就倒在地上了 裝死欸 他裝睡著了 這一切呢 都被站在籠子旁邊的小難啊 還有溥役大哥都看到了 哎呦 這個猴子啊 耍寶哦 他還會啊 偷偷瞇著眼睛 偷偷喵啊喵 左看看又看看的 這一種欲蓋迷彰的做法 讓人忍不住想笑 這樣怎麼騙得了人嘛 這個就是此地無垠三百兩啊 他好像想要掩蓋住某種事實 結果呢 反而變得更明顯了 這就叫做玉蓋迷彰 剛剛我們上山的時候 經過樹林 這隻猴子啊 從樹上掉下來了 他看到我們接近 來不及逃走 就裝死在地上 還閉著眼睛裝熟睡 我們看他的手受傷了 不管他也不行 天氣這麼冷 就把他送來您這裡了 您可以幫他看一下嗎 隔著籠子 師父輕輕拖起猴子受傷的手 仔細地看 猴子呢 他不是假裝繼續在睡覺 可是也繼續瞇著眼睛偷看哦 他看得太專注了 連頭都轉過來了 剛剛還裝死呢 現在頭都會動啊 你們真的只看到這一隻嗎 是的 就只有這一隻 師父一邊 善男人的說著 男人的說著 真不可思議 怎麼可能啊 一邊繼續啊 檢查猴子的傷 想不透 我們招搖山 怎麼會有這種 易獸大驾光臨 這叫做幽燕 它的出現不是什麼 不祥的征兆 反而常常會給人們 帶來善意的提醒呢 這一群猴子啊 推來推去推來推去的哦 都怕他的家人會吃不飽 處處為對方著想耶 好有靈性的猴子哦 別種猴子啊 一邊吃一邊玩 樹下常常有咬了一口 就亂丟的果子哦 幽燕雖然是野獸 但是似乎卻懂得取之有肚 用之有節的道理 怎麼我聽不懂 取之有肚 就是拿東西的時候有限度 你吃多少拿多少 有肚子 對你的肚子吃得下去多少 你就拿多少 取之有肚的另類解毒 用之有節 節就是節制 你用多少你就買多少 會用多少你就花多少 叫做用之有節 取之有肚用之有節 這個是以前講君子啊 什麼樣的人是君子呢 君子就是很懂得禮節的人 好的好人 就叫做君子 那不是君子的人啊 不是君子的人就叫小人 那有大人啊 大人就是君子啊 大人就是很大肚的人 很懂禮貌的叫做君子 那小人呢 就是只跟君子相反的人 君子愛才取之有道 誓之有度 用之有節 富貴不能贏 貧賤不能贏 貧賤不能贏 威武不能驱 這麼長一段在形容君子 小人很短 小人放力不顾天理 蝦米 對 什麼意思呢 小人為了利益啊 是不管呢 天理道德的 他就什麼傷天害理的事 都能做了 這個是指君子和小人的差別 那剛剛呢 就講到了 這個啊 幽艷猴子啊 他們真的是很懂理解 就像君子一樣的猴子一樣 如果有一隻不小心 落入了人們的陷阱 或者是被人抓住了 其他的幽艷不但不會逃跑 反而會成群結隊的跟隨哦 或者是留在原地 陪伴那個被抓起來的人 所以南山先生剛剛才會問啊 真的只有一隻嗎 是啊 南山先生 我們真的只看到這麼一隻 那可能就是跟隨客船 不小心來到這裡的 幽艷不但有人才有的禮儀 成長也跟我們人類一樣 年紀越小啊 越頑皮 這一隻可能就是像小妹一樣 太調皮了 才誤登上了客船 等發現之後已經回不了 他們原本住的邊春山 只好留在昭瑤山了 當師父在這樣講古的時候 講故事的時候啊 就跟索爾的小朋友一樣 這個幽艷小猴子啊 也好專心的聽哦 聽著聽著啊 眼睛都張開了 剛剛假裝假睡呢 當大家轉頭要看他的時候 他就趕快把眼睛給閉起來 他尾巴還環繞著自己的臉頰哦 用他那個分叉的尾巴 一邊一個塞住自己的鼻孔 哈哈哈哈 他一定是以為塞住了鼻孔 大家就會忽略他呼出來的氣了 殊不知這完全就是掩耳盜鈴的做法啊 掩耳盜鈴跟我們剛剛講的另一句成語 欲蓋迷章一樣的意思 跟�鴕鸟一樣 欸對對對 鴕鸟形態齁 哎呦他以為大家就沒看到他了 真是個小傻瓜 真本 師父那要怎麼處置他呢 砍頭 砍腳 砍尾巴 砍腰 不可以 為什麼每次你都要砍人家嘛 這個猴子是很乖啊 沒有做錯事你還要砍他 他是受了傷了 這樣呢在外面也不好生存 你們就把他放下吧 我幫他包扎傷口 讓他儘快恢復 等春暖花開 周船可航 再看看誰能順道把他送回 編春山 護送他回家吧 因此 藥鋪子又多了一位客人 小蘆花 就是小難的媽媽帶來的那個小母雞啊 她住在客房啊 跟雙兒在一起 那這隻幽燕呢 師父就給他住在原本大友 就是林大哥 副大哥偷走的那匹馬大友的馬房裡面 遊燕愛吃蔬菜水果 幸好藥鋪子裡有冰窖 蔬果都不缺 無論送什麼給他 他都開心的吃著 還會哥哥哥的發出笑聲呢 有一天 胡逸大哥哥們來到藥鋪子之後 說李奇縣官啊等會就回來了 可是等啊等等啊等等了好一會都天黑了 都沒看到李奇縣官 這是從以前都沒有發生過的情形 師父也覺得很心慌 果然 隔天有另外一批仆役來報告 說李奇縣官昨天下午騎著馬 要過來的時候經過了小橋 橋面啊冰箫打滑 他連人帶馬掉到了河床裡了 他要雞雞了 他沒有雞雞 他還活著 南山先生 鮮官落在河床中段的沙灘上 沒有大石頭 所以身上啊其實沒有受什麼大傷 只是馬受傷了 他特別說天氣不好 您千萬不要去看他哦 等他好了 他會自己上來跟您請安的 他受了傷我怎麼能不去看看 小南你幫我準備 那集鐵跌打損傷的藥 再幫我抓幾副能安神定氣的茶 我們馬上就出發 師父已經很久沒有出門了 這回啊卻堅持要去 看到師父前來 李奇縣官啊驚訝得不得了 不過 讓小南和師父更驚訝的是 他這哪是受了輕傷啊 他的腿疊斷了 臉上手上身上都是擦傷 這要好幾個月才能夠治好的呢 怎麼會傷成這樣呢 事情原來是這樣發生的 李奇縣官昨天下午 打算到要鋪子的時候 在山路上聽到了一陣 異常尖銳的犬鳴 鳴叫的聲音很急促 讓人心慌意亂 他原本不想管的 可是想到他之前不是遇過 那個噴火或鬥嗎 大家那個時候 都因為這樣躲避過了火災 如果這一次呢 又是什麼預兆的話 那他還是去了解一下好了 過去一看 李奇縣官也嚇一跳 他從來沒有看過那種動物喔 他外型呢像是馬 但是卻有一對又細又長 長得像羊的眼睛 頭頂上有四隻腳 身後還拖著一條 像牛一樣的尾巴呢 我看他啃樹皮 掘血地的窘境 一定是餓了 這種天氣啊 他找不到糧食的 我幫幫他吧 於是我拿出袋子裡的馬繩 想說呢先把他拴住 帶回縣府裡去 馬繩呢我是順利的套上了 他也不掙脫 正當我準備要走的時候 那個異獸啊突然就狂叫了起來 我的馬獸到了驚嚇 把腿狂奔 完全不聽我的指揮 我就連人帶馬 跌落到橋底下了 南山先生想了想 這東西啊 雖然不傷人 可是卻是不祥之兆呢 你看到的應該是一種 叫做小小的異獸 他本身對人沒什麼傷害 但只要他出現 那個地方那個國家 就會出現狡猾奸詐的政客 啊那怎麼辦 難道天下要大亂了嗎 別這麼憂心 水災旱災這類天災 是無可避免 但是呢壞人 我們反而是最容易 能夠躲避的災難 只要人人能有自知自覺 不聽聞偏頗之言 就能力挽狂瀾 後來那天晚上 他們在李奇縣官那裡啊 吃了點東西 才回到山上的藥鋪子 天都已經黑咯 走到一半啊 雪越下越大了 原本坐在馬上的師傅 都不得不下山來幫忙推車了 短短半個時程 半個時程就是 我們現代的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可以走回去的路 他們走了兩個時程 那就是四個小時 才走回藥鋪子 在這個狂風暴雪的日子裡 第二天 小難睡到很晚才醒過來 而且還是被一位 仆役大哥哥叫醒的 小難小難你快起來 你師傅好像不太對勁 小難聽了以後猛然的坐起 腦子飛過的是 那個不請自來的像是 左身說過的病服心 小難好擔心哦 他就趕快衝到了 師傅的房裡了 房子裡靜悄悄的 師傅每天晚上睡前 都會點一小撮的檀香 淡淡的檀香味 隨著微微的風飄散 有陽光的冬天啊 是一種歲月靜好 只是 對照師傅的安靜 小難心裡啊 好緊張哦 他過去摸了一摸 躺在床上的師傅 哎呦好燙哦 師傅你發燒了 真的發燒了 師傅浑身發燙呢 小難怎麼辦啊 你師傅是這附近 唯一的一位大夫了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找另外一位大夫 來為你師傅看病啊 藥鋪子裡現在就只剩下 小難還有兩個仆役大哥哥 他們你看我我看你的 哎呦現在怎麼辦才好呢 小難是已經跟著師傅 快要兩年了 可是他也只會 處理藥草還有打掃啊 他還不會把脈 不會開藥 或者是針酒呢 現在怎麼辦呢 南山先生 南山先生 這時屋外的呼喚聲打破了僵局 是誰呢 這個陌生的聲音啊很洪亮 小難衝到了外頭把門打開一看 有一位魁舞的身材 穿著藏青色的斗篷 頭頂戴著雪地的大斗笠 那個人摘下了斗笠 拉下了斗篷的帽子露出了他的臉 小難忍不住 啊 的驚叫了一聲 這個人好高啊 而且他滿臉的落腮糊 還有他有一道粗粗的一字眉 就是兩個眉毛都連在一起了 中間都連住了 壞人 他看起來像壞人 不過他卻說 小難 我是東海先生 東海先生 鯨魚啊 蛤 那隻鯨魚啊 為什麼 山海鯨啊 不是啦 山海鯨不是鯨魚的鯨 現在出現了一位東海先生 東海先生騎在我們故事前面 已經出現過很多次了 東海先生 東海先生 他之前是跟南山先生 出去外面冒險旅遊嘛 他們還一起看到那個嬌蟲啊 就是雙兒啊 請參見上上集 你想起來了嗎 現在來的竟然就是那一位 東海先生欸 東海先生怎麼會在 南山先生的好麻吉喔 對 南山先生的好麻吉 他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突然出現在這裡呢 剛好是南山先生 最需要人幫助的時候 東海先生就出現了 他會看病嗎 他能夠幫助南山先生嗎 更奇怪的就是 他從來沒來過 他也不認識小難 他怎麼呢 門一打開竟然對著小難 就叫出了小難的名字呢 這種種的謎團 我們就要等 周敦玲老師 趕快把接下來的 東海先生寫出來了 我們寫信也好啦 塞報呢 聯金出版社的網站 或者是我們去 肉搜周敦玲老師 好不好 我要去看周敦玲老師的門鈴 趕快再出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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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很擔心南山先生 我們希望他的病 可以趕快好起來 請你趕快寫下一集吧 小朋友如果很著急的話 那我們的山海經理的故事啊 到這邊真的 就要先暫時跟大家說 拜拜了 下一次希望我們就可以 接著講東海先生了 好不好 我們下一集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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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按他家門鈴啦 叮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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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